在俄罗斯你可以刺杀总统 但千万不要挑衅士兵 这个猥琐男 只是想抢走老兵的勋章 并侮辱地说道 当兵的都是废物 可下一秒 就这样 混混被打得落荒而逃 而士兵的尊严也得到捍卫 但谁也不会想到 这名保驾卫国的士兵 竟马上会遭到一场报复 就在这天 他和队友驾驶着两架苏24战斗机 前往土耳其边境打压恐怖分子 可不料 飞机刚从机场起飞 恐怖分子的耳目 就把消息传递了出去 于是得到信息的恐怖分子 心里也立马想到一个应对之策 很快 飞行员就来到了指定地点 并且在队友的帮助下 确定好了恐怖分子的坐标 下一年 飞行员立即扣动扳机 而两发超音速导弹也瞬间发射 看到恐怖分子已被催捕 两名飞行员会心一笑 以为这次任务已经圆满完成 但万万没想到 此时一架土耳其的F-16战斗机 竟在他们身后突然出现 下一秒 一枚空对空导弹 就以司马赫的速度向前袭来 情况紧急 俄军飞行员只好赶紧下降 并立刻放出干扰弹进行拦截 但紧接着 F-16又再次发射了一枚导弹 并且直接击中了苏24的机翼 战机被彻底摧毁 同时也急速地向地面坠去 没办法 为了活命 两名飞行员急忙挖下求生暗影 然后以降落伞直接弹射 但地面的恐怖分子却又赶过来 他们直接无视了 不能射杀伞兵的搏击条约 对着天空就是一顿扫射 并且还拿出摄像机 将射杀的情况详细记录 而此时 在降落伞上的飞行员 就如同一个活生生的靶子 敌军无数的子弹 也像雨点一样袭来 最终经过扫射 奥德烈也被乱枪打死 而恐怖分子在看到后 则高兴地举手狂欢 但很快 他们就会知道 自己的做法究竟是多么愚蠢 因为就在此时 另一名侥幸存活的飞行员 已经通过无线电 把自己和队友的遭遇 传递给了俄罗斯军方总部 得到消息后 俄军的士兵立马出动 他们急忙驾驶着两架武装直升机 就前去地点支援队友 然而源水解不了近河 飞行员刚打完电话 恐怖分子就在身后追来 但更绝望的是 飞行员已经无路可逃 因为前方竟然是一处断崖 他绝望地躲在一处石头下面 以为自己肯定会命丧于此 但突然 他就好像听到了什么 竟是俄军的战机感会 他们二话不说 对着这群恐怖分子就是一顿扫射 而躲在暗处的飞行员 也趁此情况跳下了悬崖 但恐怖分子却突然发现了他 并直接拿起EK进行扫射 最终 经过一连环的射击 飞行员的腿部已经严重受伤 他只能艰难地爬起来就跑 更绝望的是 刚才支援的一架直升机 也被敌军不幸击中 情况万分紧急 直升机也只能被迫降落 可飞机刚一降落 无数的恐怖分子就向此袭来 双方也立马进行开战 然而恐怖分子人数实在太多 俄军很快就无法招架 数名士兵也被子弹击中 于是为了保险起见 俄军只好拉着伤员登上飞机 随后就急忙逃离了这里 击退了俄军的救援小队 恐怖分子彻底疯狂 他们竟把没有逃走的飞行员 直接开直播全部杀死 仿佛自己才是世界的老大 殊不知 他们的嚣张行为 已经将普京彻底激怒 而一场灭搏之灾也即将上演